大家好,歡迎回到《軍公開密》 我們和陳博士一起合作的節目 今天想探討一個話題 說中國發展一個第四代的新型核武 在研製一種金屬彈的文質 將它應用作為一個炸彈、一個武器 似乎殺傷力極度強勁 說到它的威力是普通TNT炸藥的10倍以上 聽上去都相當厲害 在短時間內釋放能量的溫度可以達到7000多度 聽上去又好像很厲害 但是當然這種武器我們再經過分析之後 會和大家講究竟這種武器的威力 真正在不同的層次比較之後是怎樣的呢 還有這種武器應用下去的時候 又會有什麼特別的情況呢 當然最後都會看回這一種的武器 是不是真的可以和核武器做一個相比呢 所以今天我們都會和陳博士一起聊聊天 了解一下這一隻炸彈 是不是真的會對中國接下來的武器的應用上 會去到一個下一個層次 提升了一個很高的層次 當然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幫助給like 還有免費訂閱包括科學新資 還有軍武器人兩個頻道 好 我們和陳博士聊天 陳博士你好 是啊 Larry 你好 大家好 陳博士說到這一隻金屬蛋這個材料 說到它真的這麼厲害 真的可以釋放到比TNT的爆炸威力是10倍以上 其實它怎麼做到的呢 嗯 那首先你覺得10倍其實厲害還是不厲害 聽下去也不差 當然如果你說和一些很極端的武器 就是你常規武器來計算 那有TNT的10倍 就是感覺出來的效果都不會差的 就是說你說由一個我自己讀物理學的人 你告訴我有一些東西那個爆炸威力 是比起TNT多10倍的呢 一聽你就知道這些都是化學級數的東西來的了 就不是核子級數的東西來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如果講到核彈 就是你講到廣島長期的那些已經很差勁的那些了 用今天眼光看的 那個威力都是以千噸 就是TNT去計算的 就是其實就是你如果很粗略地計算一條數 看回那些這樣的當年廣島長期 它用的那兩個核彈 本身用的材料有多少 就算你計算它整個蛋 連外皮都計算了的話呢 你都不難去計算得出 如果是核子級的威力的話呢 它很容易就做到的效果 是比起那些普通傳統的TNT炸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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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告訴我 這個新聞裡面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的化學材料 它是用一種什麼的材料 去達到這個效果呢 它在說一件事叫做金屬氮 其實如果真的找回近年的 關於化學上的研究呢 其實在近這五六年 你看回一些英文的學術期刊裡面 都已經有討論過怎樣去製作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就是說 不是新的東西來的 無論你說意識到它能夠製造這些物質 以及意識到這些物質是可以爆的 甚至乎會不會有人偷偷地 或者都不是偷的了 就是擺明把它弄成爆炸品 武器級別的東西呢 所以說到這一種金屬氮 作為武器 首先就是它在一個lab裡面 測試了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它距離真正的應用可以去到多少呢 但是它講到它的短時間內 就是釋放一個大量的能量 就是釋放了 那它本身呢 其實它做 就是我們說它的武器級別這樣 那我當它做不到核彈這樣 就是如果它拿來做一些普通的武器呢 陳博你覺得它那個 有沒有什麼前途呢 就是說可能它本身那個特性上 會不會特別難操控啊 就是說如果你說它那個溫度去到很高啊 或者是它很容易就會爆炸 那它本身那個炸藥那個特性 有沒有什麼 和普通我們見的炸藥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那可以就是說如果你說這種金屬彈 它比較特別一些 就是的確它的能量密度高一些的 就是說呢 它比起其它的化學的爆炸品呢 它能夠給出來的威力是相對強一些 那所以為什麼這件事情 會有國家想到把它整成武器的其中一個原因 那但是這裡有一點點可能比較 就是科學成份高一些 可能深一點的東西要提到 那其實以我們所知呢 世界上你要弄得爆炸品呢 很多時候你不可以用一些淡和淡的化合物的 那可能就是你也聽過用肥料 弄炸彈 那其實肥料本身就非常之多 那些淡的化合物在那裡 那甚至乎很多的爆炸品 它有些淡氧化物在裡面 甚至乎不要說到淡氧化物 你只需要那個化學元素裡面 比較看到一些淡和淡黏的那些結構呢 其實都很意味著 那樣東西是有機會會爆炸的 就是含那個淡的量多 那些淡和淡的那個化學件是多的話呢 通常都是爆炸的 就是那些東西就會 那這次這個叫做金屬淡的這件事呢 那如果要去找回它的化學結構呢 比較籠統一些你去說 你就好像將一堆淡的元素 穿條頸鏈這樣 那如果有些比較耳熟能長一些的 炭的結構呢 你就很多時候可以把它穿成為 一個蜂巢形狀的一個東西 那如果是化學上 它的那個名字叫做本 一些本環的東西 那其實呢 淡呢 你如果有適當的化學條件 就是適當的技術儀器呢 你都可以將它編織成為一些 是一個五角形的環的結構 那這次它說的這種 金屬淡的元素裡面 其實就會相對比較多這些 淡和淡非常密集的 五角形的結構在裡面 那當然另外再可能會 加其他的元素下去化學了去這樣 令它增加了穩定性 和令它的結構更加堅固都不期 但是要整就要知道呢 不容易的 就你要產生那些六角形狀的 用碳編織成的本環呢 就相對容易很多 你隨便將這些東西亂燒 都可以燒到一些出來 甚至乎宇宙空間都有很多 但是這些淡的東西 你要把它乖乖地坐在一個五角形的 一個這樣的位置結成為一個環的時候 很難的 其實在那些 如果看看 數上也有五年前的那些化學期刊 當它在那些英文期刊裡面 討論到怎樣做這件事 是都要用到非常高壓的狀態去做的 那麼高壓到怎樣呢 你是要把那個空間 找一個 就是怎麼說 要找一些鑽石來夾出去 就是鑽石本身是一件很堅硬的東西 那麼你就希望用鑽石和鑽石中間夾到那個空間 然後在外面再施加壓力 甚至乎施加一些爆炸 是令它產生一個突如其來的壓力 就令到在鑽石和鑽石壓住中間的空間 產生非常高壓 就令到裡面如果有些氮都可以壓在一起出來 所以在化學上來說 就是你去做到這些叫金屬氮的那個技術要求 都挺高的 那麼 就是 我不知道 現在要我自己猜的 我都說 相比於你做那些常規的TNT 或者用其他化學機制的那些炸藥來講 那麼 應該這個金屬氮 不是那麼容易做的 要有些技術要求的 但是當然了 剛才你又提到一樣東西就是 很多時候 這些會爆炸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種的 能不能夠走進去實際的應用 那個用途上面 我不是只說軍事 就是其實你知道就算開礦 你需要用炸藥 你去拆樓需要用炸藥 那些常規的炸藥 都有些和平的應用在裡面 但是你怎麼挑選哪一種 做適合的材料做炸藥呢 就很視乎你那個化學的這種材料 容易去處理 就是如果那樣東西你還沒弄 或者你運送途中都已經很容易爆炸的 你還沒爆炸到你想爆炸的東西 已經炸到自己的時候 就不是一隻安全的炸藥來的 甚至在軍事上都有這樣的憂慮 因為在那個戰場上面可能 你都還沒拿到武器來射人 但是人家可能動到你的武器庫 已經炸到七彩 那就沒有意思了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要想一些 比較可以對自己安全地使用的炸藥的時候 我們希望就是什麼呢 它運送途中不要這麼容易震震一下就爆炸了 它要去燃點的時候 需要一個可以都能夠在那個 譬如在那個電路上比較容易控制到的一些過程 就是TNT之所以成為了這個炸藥 就是軍事上的炸藥就是因為它 我們找到一個方法 來令到它是沒有那麼容易爆炸的 於是比較容易控制 那來到金屬蛋就很有趣了 都要想一下有什麼機制去炎點去弄爆它 以及它是否穩定的 似乎就是說你這麼辛苦弄到這些金屬蛋之後 它都會是比較穩定的 然後你要怎樣燃點去呢 很有趣了 我不知道Larry你有沒有聽過 一般那些如果TNT炸藥 是用什麼方法去引爆它的? 沒有特別聽什麼特別的機制的 其實沒有的 很多時候通電 其實都是在說的 是的 是的 那你有東西通電 有東西電離 就拆掉它的化學件去爆 然後那個爆炸威力不斷繼承出去 就一直連鎖地爆出 你有多少爆多少 那這個金屬蛋的這種元素很有趣的 它是說要用到你射一個比較厲害的輻射 就是可能你要射一個X光來拆它 然後它一拆掉 然後就開始重組釋放能量出來 這個我覺得挺有趣的地方 這種如果我當作金屬蛋的炸彈 作為一種常規武器的新發明 都挺有趣的 首先它的製作工藝是挺高的要求 然後出來的那件東西 相信都不是那麼容易自己會亂爆的 你要特地真的用一些比較精緻的器件 比如用到一些X光輻射 來點著它 這樣去爆 而且爆出來的威力 因為裡面那些淡同淡的件 特別多也都排得密 就令到它所謂的能量密度很高 爆起來釋放出來的能量多 也都威力都大 就是那個原因就是這樣去來 現在這樣聽起來就是說 就是它爆出來的東西 都是由一堆主要由淡組成的東西去爆出來 出來的結果很多時候都是淡氣和淡氧化物 其實就是 你說它威力給不給到核彈呢? 我覺得不能給的 你同一份量的核能 同一份量的這些化學材料 一定是核能強很多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說有些新聞是說到 拿這個東西 說可以做到這個東西去和核武比 其實就是有些搞笑的 其實就是 還有講起今節的報導 習博士說到這個是第四代 就是第四代的炸藥等等的情況 第四代核武 是的 第四代核武都比較少聽這個說法 雖然它應該跟核武沒有關係 但是第四代核武可以跟網友 可能講一講 就是那些代數怎麼拆出來的呢? 這裏要提到那個新聞自己 我覺得就一直看這些 我其實覺得那單 就是這次報導中國講這個 金屬淡炸彈這件事 就非常有內容農場的感覺 那因為那個事源是怎樣呢? 就是大陸有些網紅 做一個節目出來 於是台灣那裏有人就是 直接就是照單傳收 就搬自過子 這樣報導了在繁體子的媒體那裏 然後連香港 你說香港01這些媒體 它也是這樣去照搬了過來 就是我覺得就 沒有做過任何考證了解之下 這樣傳一些東西出來 我覺得最後就是幾幾彎的事情 會傳出來 首先 他們的報導裏面 企圖將這種金屬淡的武器 和核武做比較 其實首先是沒有得比的 就是一定是核武勁很多的 除非你用到那個化學 就是那個武器的量 夠多到的地步 能夠比得上那些比較小型的核武 這個有可能 而 又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它還要企圖 將這些這樣的常規 即是非核子的化學武器 即是用化學能量來展現出來的這種武器 和這些這樣的第幾代核武比較 其實也是很古怪的 首先要講一下 什麼叫做第一、第二、第三、四代核武 第一代大家都很容易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那些 廣島長期那些 用核分裂 有元素、布元素、不元素 去做出來的那些核分裂的常規核彈 爆出來就是向四方八面的威力同等地散出的 第二代 就講到就是氫彈 你已經是用了另外一種的物理機制 來去發放那個威力 而且威力更厲害 但是它最後出來都是圓形地 很對稱地向周圍去發放它的能量 那你說的那些沙皇炸彈那些就是氫彈 好了 第三代是什麼呢? 就是有另外一種質的變化和條約 就是我不是再指望轟炸機去扔那顆核彈 就是那顆核彈懂得它自己飛去目的地的 所以就是在說飛彈連結了火箭導彈的這些東西 甚至乎可能一個火箭攜帶多枚核彈頭的 ICBM那些東西 那就是第三代 但是現在它想到第四代 有得要的 它又不是想著做一些很厲害很厲害的 反而它在說的是第四代的核彈 其實就是在國際上有一個很標準的定義 是說什麼叫做第四代的核彈 就是它因為到了第四代的時候 那個導向的電子導向能力是高了 所以你不需要做一些東西是很威力很大的 反而就是你希望將能力 集中在某一個固定的精細的目標裡發放出來 所以去到第四代這些這樣的核彈 反而是很就真的 它現在出來的威力是很介乎於 常規武器和那種傳統的舊核彈之間 就是我們知道那些TNT那些 你很難用到一次過扔幾十噸幾百噸出去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次過想扔一個威力 等同於一百噸一千噸TNT的武器 通常你是說用核彈 或者以前我們說過有些叫做炸彈之父 炸彈之母那些 就是又是一些比較介乎於常規武器 和核彈中間那種威力的東西 那現在的這一種金屬氾 不是金屬氾這種這樣的炸藥 其實就有希望就是 也都是擺在這些 和這一種第四代核武差不多威力的那個檔次 因為第四代核武本身就不是用來弄得很厲害的 那個威力反而只有幾十噸 或者一百噸TNT這樣的威力而已 那如果說只不過是比傳統的TNT 弄十倍幾十倍的話 那的確是可以 我們如果不用 不考慮去弄這些第四代核武 我可不可以用這種金屬氾的技術 來取代了這種第四代核武 沒有這麼容易滿足到的威力 就拿來去做光炸的目標呢 於是乎就是說 我只需要有很精準的道向 我就很容易用化學層面的東西 來達到你核子武器給出來的那種威力 於是可以爆一些沒有核輻射出來的東西 最後只有一些淡汽和淡氧化物 那就好像會不會就叫做打一場環保一點的仗 其實都挺諷刺的這件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就應該要這樣理解 所以為什麼這裡要很仔細的解釋 什麼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代 你不要以為第四代的東西就是 哇 又更加厲害了 就是它的威力更加瘋了 那其實反而不是的 如果講那個彈頭的威力 第四代的核武那個彈頭的威力 反而是弱過了先前一、二、三代的 但是它就由那個精準度來補足了它的震懾力 就是這樣了 所以就見到我想它唯一的好處就是乾淨 就是它講到就說它這個第四代的核彈 就會乾淨很多 就是很潔淨的一個彈 其實都是相比於其它 就是你相比於用 你如果是要有這樣的威力 你是用核子武器來達到目的的 那當然是用化學東西乾淨過用核子東西 Anyway 從這個消息 雖然都很多謬誤的地方 但是我們都在這個消息裡面 都找到一些學習點 包括這個金屬蛋 我們有了解多了這一種 就是它們講的炸彈 還有就是如果這樣計算 就是中國這個首先都不是中國獨有的 那個技術就基本上 就是在實驗室怎樣弄出來就是 就是不是什麼的秘密 就是你是做那些研究的那種儀器的 那你是會做得到的了 就是裡面的那些條件是大家可以複製到的 甚至乎中國都未必是第一個去做到這種元素 就是這種這樣的分子的 但是就是現在的報導 你如果告訴我 它就率先拿出來整成為 去武器做測試 那是不奇怪的 這件事情就是做得到的事情 不過就看不到這種武器 就是他們說的威力上 或者用來做一些精確炸彈等等 就是有什麼很特別的優勢 你一定要很倚靠著 現在很精準的那種定位和導向系統 才能夠去配合到這個威力 嗯 好 所以Anyway 就是你看到 你說用這一種炸彈 突然間要領先敵人 就是兩代三代 那看來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可能性 那會不會用它來去發展一些 更加多的不同的武器呢 尤其是常規武器呢 那我們就再繼續觀察了 就是有沒有一些新的發展 好 那我們這一節就來到這裡了 那大家記得就免費訂閱了 就包括科學生之 和軍會器言我們兩個頻道 那也都記得幫我們給like了 好 那我們在下一期的軍公開幕 再和大家再見 各位拜拜 拜拜